咳咳 要白宝香 让你健健康康 来自休斯顿骨科重建中心 Rock of Houston 赵小冬 Martin参加我们的节目 在过去我想朋友们对于在美国 我们晓得来到这里 什么都要写 要什么写要保险 有人寿保险 有车险 有防险 有牙齿保险 有医药保险 还有药的保险 退休了以后 还有联邦医疗保险 经济不够 我们还有欧际健保 欧巴马的健康保险 所以美国是万万写 万万岁 万万写 可是在医疗方面的保险 尤其在私人 我们私人保险方面 很多时候 这一些数据 或者它的说明 我们看不懂 看不懂之后 要不要付钱 付得心惊胆战 付得一肚子怨气 然后还不晓得 到底钱付到哪去 要如何看这一些说明 我们在过去的 这个讨论当中 Martin为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 一项一项一项的解说 也提醒大家 尤其在我们上一集 也告诉大家 你要看哪些项目 你要如何的来审查 这一个我们讲的收据 收费说明 合不合乎你所收到的 医疗的服务措施 如果没有 你应该要采取应有的行动 我们今天会继续和Martin 在这一方面继续的讨论 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们在EOB 这个叫做 这个是应该是详细 这个是医疗收费详细明细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第三讲 继续和Martin在这一方面 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HelloMartin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度参加 我们我在想说 过去我们真的是 有听众说 哎呀你们挖到宝了 我说不是我挖到宝 是大伙挖到宝 谈不上谈不上 真的因为 当然除非我们自己是在 跟保险工作有关 而保险方面 如果你是人寿保险 或者是其他地产 房产 这一些车子保险 那跟着我们现在谈到的医药保险 那又是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 而我们不在保险领域里边的 这个一大部分的听众 我们自己对于看到了保单以后 尤其是医药方面的说明 收据详细的说明的时候 常常搞不清楚 到底我做了这个没有 他收费怎么搞的 这个要280几块 我的保费 我的保险公司只付 他只付120 骂咪啊 甚至是我呀 我到底做了没有啊 我需不需要付呢 还有呢 我想我们在上次也谈到了 就是 Martin 你也特别告诉大家 要看哪一些 有一些是 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项目 居然在你的收费单上有 那么你就要主动的 去查询 去审核 到底这一项 是不是对方弄错了 还是有什么误会在里边 我想今天我们要继续了 Martin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边 继续讨论这个保险吧 好的 继续讨论这个EOB 我们之前谈到 就是说EOB上列出的项目 您要仔细核实 看这些有没有多的 如果有多的 您需要跟这个医疗机构去联系 让他们来修正 对 然后 第二个 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是 我们有的时候去诊所去看病 或者是做检查 诊所的工作人员呢 会说 OK 根据您的这个保险 您应该付的金额 应该是 比如说几百块钱 您看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付了 那么通常我们会说 可以啊 因为 可是我还没有收到 你这个保险公司告诉我 我到底要付多少啊 没有确诊啊 这就是这个问题 工作人员会说呢 是根据您的这个保险 然后根据保险公司 跟我们的合约的价格 这样计算出来 说您应该付多少多少钱 是 对于我们来说呢 对于病人来说 你会觉得 反正早付晚付 我都要付这笔钱 而且呢 他既然已经跟保险公司联系了 知道保险公司的收费价格是多少 他也知道我的这个保险 我应该付的这一部分是多少 那么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了 所以 既然他告诉我是这么多 我也就省得下一次 再来付 再来这里付钱 或者说我要再寄支票 或者哪怕是上网付钱 这也是额外的这个事情 是 所以 我想很多的病人会说 OK 我现在就付了吧 我就直接用credit card 把这一钱付掉就可以了 是 这个是我们 一个是想说 一个是基于对于这一个医疗机构 还有医师和他的 整个的流程 这个办公室的处理的信任 这是一个信任 因为你已经跟我的保险公司联系过了 知道我的保险公司会付多少 你的收费是多少 中间的差额会是我要病人 你应该要负担的数目 所以这是基于一个彼此 我对对方的一个信任 那另外一个就像刚才Martin讲的 我宁愿现在先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大概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多的话 我就先解决掉了 也避免我以后再接到账单 然后呢 再付 这个也许 那个时候一忙了 也许就忘了 或者是有一些 不想再跑第二趟了 也不想说我是什么电话里面给你资料 你来刷卡 或者我寄一个钱 寄一张支票 我就现在先付了 以后再说 所以我想这是基本的两种心态 是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如果您收到EOB 一定要仔细核对这个金额 在我身上和我的家人身上 前后已经发生了四次 就是诊所收的金额 远远要高于保险公司EOB上 告诉我 我应该付的金额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Martin 因为如果说好 今天我去某医师诊所看病 然后呢 这一个诊所就说 这个是要我付60块钱 我们说office visit 60块钱 好 我付了60块钱以后 他去bill我的保险公司 等到我收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EOB的时候呢 他的office visit呢 必有的是100块钱 那这个保险公司也付了他 保险公司说 我们adjust下来80块钱 就是contract adjust 所以保险公司付他80块 可是我付了他60块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应该要去和我的医师诊所 去讨论我这个60块 是否应该要退出来吧 是的 是的 这个时候您要看 就是您已经付了60 但是您看EOB上 EOB告诉您 就是保险公司告诉您 您应该付多少 比如说保险公司告诉您 保险公司付了80 您应该付20 那实际上诊所就多收了您40 对 但是诊所不会主动告诉您 给您发一封信说 我们欠您40 我们还给您40 诊所不会这样做 诊所会把这40 放到您的这个在诊所的账号里面 所以如果您不去跟诊所去谈 说我根据这个EOB 我多付了40 我是不是能够把它拿回来 如果您打电话跟诊所 诊所肯定会告诉您 可以 我是怎么给你啊 是支票啊 还是说退到credit card里面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您不跟诊所联系 这笔钱就相当于您免费 无期贷款给诊所了 无期贷款 我以为这叫做送过去了 送给他 不 从这个会计意义上来说 这个钱还是您的 只不过这个钱一直待在 那个诊所您的账号下面 OK 那么我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也是我们听众朋友 有的时候会觉得 不好意思耶 不过就20块钱 我要是再跟我那个医生 去拿这个去去 去凹着20块钱回来 下次见面不好意思吧 而我应该是我医生诊所 我那么相信他那么久的关系了 他应该会主动把这个钱 就退给我吗 如果是说 比如像家庭医生 内科医生 就是这种 您可能会重复去看的 那么当您下一次去看的时候 您可以问一下 说我的账号里边 有没有credit 他们会查 会告诉您 您这个账号里边 还有40块钱的credit 所以可以抵这一次的 这个office visit 那么 这是对于 您可能会重复去看的诊所 但是如果是 您只去这一次 通常不会有第二次的话 我建议您还是打电话 跟诊所问一问 OK 因为如果您不会去第二次 这笔钱就始终会在那儿 无锡带给这个诊所 好 那么如果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当EOB我们收到的时候 跟这个诊所之间 所当初要我们所付的差额 会有 当然我们谈到就是中间有 有这一个difference 有这个不对的地方 那么也许我们不是反向说 我overpay了 而是我underpay 我没有付那么多钱 所以呢 现在我还差个40块钱 要付给我们的 我这个医生 这样子的情形下 我们可以 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请诊所 可以请诊所重新再送一次 给保险把这个价格给拉上去吗 不会的 这种情况下 您是underpay 就是您并没有配够 这个您的这一部分 诊所收到保险公司的EOB之后 会发现您这儿还欠着40块钱 他会给您发一个账单 然后您就按照这个账单 把这个40块钱付给诊所 这个账就平了 好 那么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事先的credit 事先的 我们刚才Martin讲的很好 叫无锡贷款 先放在你的账上 现在又接到了账单 是诊所来的账单 不如打个电话 先问一下 先问问看 我以前的保险公司 我的医药保险所付的 我现在是不是有extra的credit 是不是已经有多余的钱 在那个上头 这可以抵多少 可不可以抵在这里边 事先先查问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去查问的话 诊所有时候工作太忙的时候 行政人员也不会帮你去查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还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听众朋友 自己的钱 自己多费点心关心以下比较好 是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 在我们家 就是我和我家人的身上 发生了四次 而且每一次的金额都不算很小 我们可以知道多少吗 几百块钱 哇 差额都是在几百块钱左右 哇 那很大呀 对 所以如果您不仔细看这个EOB的话 如果您忽略掉它 你想一次几百块钱 如果您多去几次的话 或者是不同的诊所 那对于病人来说 您的损失不是一个小数字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这一方面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好 在今天我们一开始 和Martin就在关于EOB 我们这一次谈到的是说 要检查一下 如果你在看诊的时候 同时对方要求你 事先来支付你自己的部分 不管是你的基本支付额 我们讲的deductible 或者是你的share 有时候是20% 15% 这一个你的portion 但是在后来看到EOB 还是要多看一眼 不能够说我已经付了 我已经付过了 不关我的事了 我不用管了 还是要管的 一定要管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好 那么下边的话 如果这一个 这一部分我们 这个差不多讲完 那么我们下边就要请Martin 来谈的是另外一个 关于因为我们知道 在Rock of Houston 休斯顿骨科重建中心 有所谓的 有这因为因工受伤 因为工作的关系 也会提供在业主方面 有关于在工商保险方面的 这一方面的服务 这一个contract 所以我想我们下边 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 关于工商保险方面呢 好的 关于工商呢 工商保险和这个常规的 商业保险或者Medicare 并不太一样 工商保险 他在开始的时候 就是雇主去申报 这个工商保险的时候 医疗机构要提前 向保险公司报告 他可能要做的 这些医疗方面的工作 他要得到保险公司的认可 批准 然后他才可以做 而且呢 工商保险没有自付的部分 就是工人或者就是这个雇员 他受了工商 他自己不用花任何钱 保险公司会按照合同支付全部的费用 因此 个人不会收到工商保险的EOB 但是呢 像我们或者是雇主 我们会收到工商保险的EOB 他会告诉我们 这一项医疗服务应该收多少钱 保险公司会给我们多少钱 如果我们像我们作为医疗机构 做了一些保险公司没有批准的一些服务 保险公司没有批准 对不起 我很快的插个嘴大插 所谓的保险公司没有批准的服务 如果说保险公司没有批准 但是在医疗方面 医师医护人员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 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吗 会的 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呢 是我们会向保险公司去重新申请 就是说这是一个必须的 我们需要向保险公司解释 为什么这是必须 而之前并没有做 那么保险公司还会再重新审核 然后看批准与不批准 另外一种呢 如果我们做了 但是没有申报保险公司 就没有得到批准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免费的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 但是保险公司认为这不是必须的 就是它deny了 它拒绝了我们的这个服务 那么即使我们已经做了 这也是免费的 我们不能向病人授钱 是吗 可是我想身为病人的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 可能都觉得这种情形下 这医师诊所马上转嫁 这一个就是病人的负担啊 病人应该要负 因为我已经治疗你 我们已经因为你的这个情形治疗你了 你已经接受我们的治疗服务 是的 所以就是提醒病人 如果您这是医疗 这是工商保险 您不用付任何费用 即使是医疗机构给您发账单 如果您知道您是工商保险 您可以把这个账单直接转给雇主 或者直接转给保险公司 您不应该收到账单 工商保险是支付全部的费用 全部他所批准的费用 OK 所以在这个情形是applies to 工商保险only吧 只是在工商保险 所以一般的我们一般的医药保险 这个是不放在里面 这个是不符合的 常规的商业保险 Medicare Medicate 所有这些都是有copayment 自付额 deductible 都是有自己的这一部分 但是工商保险 没有病人的这一部分 OK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使用 或者是说 在这个工商保险方面的使用的时候 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不论你是 你是员工 你是雇主 在这一方面 希望您要特别的注意 在工商保险方面的 这一个规则 我们说游戏规则吧 这个规则是不大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治疗方面的话 通常工商保险 应该也会有我们所谓的 deductible吧 工商保险没有 deductible 那我错了 工商保险没有基本的自付额 没有这些 工商保险没有 工商保险只是说 医疗机构跟保险公司之间 他需要有一个 需要得到预先的批准 如果有了这个批准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这些 做这些服务 如果没有 即使我们做了 我们可以去 跟保险公司去争 但是呢 并不能够保证 我们一定会胜诉 一定会赢 所以在我们的手术中心 在过去有过一些 我们做完手术 但是彻底是免费的 才有Rug of Houston 有这样子的例子发生 但是你们在 我相信 Dr. Masson 还有像是傅宏伟 副医师 也是基于 这一个病人 在当时他的情形 他受伤的情形 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医疗 照顾 医疗 这个医护治疗 所以才实行 才perform这样子的treatment 对 是的 就是我们是按照 医学上 对这个伤情的判断 来做相应的处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并没有考虑 这个工商保险的 这些规定 但是做完这些处理之后 当我们去向工商保险公司 去申请这个付款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这个做法 并不符合他们的规定 所以我们只能是自己 负担这一部分了 那么这些经验 也都是通过这些过去的 这些case 这些事情 来慢慢学到的 OK 那么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题外话 因为保险提供的是 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补助 但是在治疗方面 当然就是以医护的专业人员的意见 他们的看法 在当时的情形的判断 应该做为主 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如果保险公司 或者这个提供保单的公司 他们不同意 这个治疗医护人员的这个意见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说 对不起 这个保险 这个工商保险 这家保险公司 所提供的这个保险 要值得大家多深思一下 是否要继续 我会不会让你好为难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 来制定一个相应的治疗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是符合基本的这种医疗方面的常识 因为保险公司也有专门医疗方面的这种专业人员 他们会做出相应的判断 所以呢 如果我们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一种紧急的情况 根据我们的描述 对方的相应的这种医疗方面的人员 也会认为这个是紧急的情况 几乎不会有偏差 几乎就是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在这一个方面会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朋友们 我们在今天啊 再度和来自Rock of Houston 就是休斯顿骨科重建中心 赵小冬 Earquire带给大家 跟Martin带给大家 是关于在保险方面 我们讲的是医疗保险 因为一般来讲 朋友们也知道 我们在保险方面呢 仅仅知道的可能防险车险 但是对于医疗保险 我们不见得都了解 而且很多时候 因为里面有许多的是专有名词 所以也搞不清楚 到底有人说这个是任凭宰割 因为看他不懂 然后也不晓得他的这一些治疗 到底做了没有 是什么时候做的 做了是 我需不需要做这些治疗 好 所以这些呢 我想我们在今天和Martin 和赵小冬呢 由他为朋友们 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在这一方面呢 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能够晓得我们自己 到底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子看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 我们不要说是多深入的知识 但是绝对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尝试 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其中 时间差不多 又要到了和Martin say goodbye的时候了 再一次的先在这里呢 先谢谢Martin 谢谢Martin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又再度的带来了 这个重要的讯息 我想在这呢 结束以前 我还是要请Martin 再一次的 能不能把这个 我们讲中文专线 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吗 好的 我们的诊所 直播电话是 713-520-12110 如果您需要中文方面的服务 您可以播分级号105 好 那么在这一次呢 再一次的谢谢Martin 谢谢赵小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带给大家相关的讯息 那么Martin 我们就约好下一回 我们还有其他也是 也许跟保险有关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 一些重要讯息 再和你空中继续讨论 好的 好 谢谢Martin 谢谢 好 不客气 下回聊 拜拜 拜拜